1.面总买第一愤怒封印腰带 此禁城暴总对外出售部分装备 于导念总果断出手 第一时间已过百万的价格 买下了全服第一的愤怒封印腰带 2.于导锤哥招牌宝宝曝光 熟悉于导服战队的小伙伴们应该记得 在他们的服战PK当中 一只血化魂多次出现 这只静台化魂的主人 就是新加盟于导安地府的锤哥 3.于导锤哥的两只9技能地厅 锤哥之前在于导是玩175群熊化生的 身上已经拥有了两只9技能的 虚迷关照地厅 这两个宝宝直接用来打负战 也完全可以用 4.150金青女衣的超强熔练 近日在藏宝阁新上架了一件 150级的金青女衣 在熔练之后加了15点防御 5点体质和10点敏捷 这熔练技术真的是太强了 5.猪圈带不回女拔木 在女拔木横行的年代 珍宝哥服战队夺冠无数 双猪一直非常擅长使用这个门派 不过随着PK版本的改变 朱健表示自己也没能力 把女拔木门派带回来了